第1個部分,圖形特效 其實在外觀上,我們都用過一些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 像這些 造型,可以轉換,效果,顏色 可以改變,設定為一個顏色 尺寸都可以改變 還有很多其他外觀的指令 另外,第2部份是偵測指令 這個非常有用,特別是設計遊戲的時候 或者動畫的時候都可以用 當動作,特別是這幾個 當動作碰到某些東西的時候 例如鼠標,或者其他東西,邊緣 例如貓仔撞到邊的時候會怎樣 反彈,或者怎樣 可以撞到顏色的時候會怎樣 或者一種顏色,撞到另一種顏色會怎樣 距離 這些都可以用在動畫裡面 或者是設計遊戲的時候都可以用到的 這裡有三個例子 舉一反三 第一個 當小貓撞到Monkey1的時候 就會說出Hello 我們一起看看動畫的效果 第二個 就是撞到顏色 例如小貓撞到紅色 因為足球的框是有紅色的 當它撞到的時候,撞到的時候 就會做一個動作就是說出O 我們一起看看效果 我們一起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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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 就是 可以設定一種顏色 撞到另一種顏色的時候 就會做下一個動作 例如小狗 我設定鼻的顏色 就撞到一條白色線 就是一條線 所以撞到的時候 它就會說 I win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效果 我們一起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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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